唤醒了时刻的味蕾 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唱 长沙人吃晚饭却不讲究 不排队不吃 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 在无辣不翻的长沙 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 靠着味觉上的心急 拥登江湖探店好平榜 榜首 有事啊 起来起来起来 藏在社区深处 每碗限量50桌排队就餐 要吃到这口味道 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还有运气 秦叔 秦爱姐皮蛋肉丸门脸 不管前屏后竹多么如火如荼 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八点钟我们大叔太累了 我们都是八点钟下班 味觉三期第一期皮蛋滚肉丸 这两种食材组成的CP 连顶流美食老涛都未见过 七斤半的肉丸瓦瓦瓦瓦瓦 两斤半的肥肉 大蛋清再放 放什么的 有个放蛋清 再放 不要干了 放配料 第二期意外之喜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 核心是里面的血压蛋黄 那个才是大家灵魂 剥开肉丸 触达口感的居然是 咸蛋夹心的意外 好奇 欣喜 进而YYDS 第三期 泥之和谐 成团之夜 咸蛋黄C味出道 略带乖张的皮蛋碎 与内敛全能的肉泥 围绕周边 皮蛋果冻般的口感 搭配肉丸的紧实肉感 紧Q交替 奇妙无穷 油脂混合着汁水 蔓延开来 令人食欲大开 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 对了 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长沙人吃虾有讲究 大哥口味虾 是王牌中的王牌 二哥油爆虾 是后起之秀 三弟爆头虾 从洞亭湖来到长沙 一路畅销 而新近网红鲁虾 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 传统鲁虾因为不去投不开背 所以采用规格在四至六前的青虾 方便入味 而聚味渠记等店家 率先内卷制虾浆糊 将规格提高到七至九前 虾大了 这入味的功夫 便有了技术门槛 放开了 辛格鲁虾大神 用精准微操八控食客味蕾 油温八成 活虾直接下锅 窜炸八秒即可捞出 经过油温之后 那个虾变得也比较蓬松 它会更入味一点 受虾性的肉质它会变松散 而鲁汤决定了鲁虾的灵魂 香料秘方 性格自然是不给的 而印度胶和本地高结胶的连妹出演 奠定了鲁汤的长沙style 最后就是鲁虾入味的关键 规格变大后 鲁汁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 鲁汁太久虾肉一老 鲁汁太短虾不入味 对于不同月份的虾 根据皮壳的薄厚 都要调整鲁汁时间 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 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 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 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 一杯清茶 几碟凉菜 消暑 足够饮 那吊吊公干 不停日本人很早 都都放空等 晚上日本人不很早的 就去看电影 到墨间 笑笑意 爱姑凉菜 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身边有点 本事 应该会有难的 爹 咱你烹点亮了些 好 你在这儿干不得了 上都好水里 翻案吧 小老师 他都在是好下来的 直到我们年纪了吧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 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 以辣为主 热露四合一 凉拌牛肉 紫苏桃子姜 不过占据C味的 居然是一道甜口菜 你敢信 我们这个长沙的 那个糖醋白骨 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董行 又挺嫩的 又挺有嚼劲 它的辣味也擦得好 就刚刚爽的那种感觉 比较嫩 烈火牛肉让萌仲打下江湖 而半月烤鱼 则是让萌仲守住江湖 不过为什么叫半月 是胖吗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 正是有一个很好的技能 叫半月剑法 黄鸭叫 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抓住它两个塞的时候 它会咕咕咕地叫 所以才叫黄鸭叫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 第一去它的腥味 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 有它盐味的粉身的一种底味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 带来酥脆的口感 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 在与辣椒油的制作 国家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 然后呢就要送食尖 这个香脸的发油脂的 把材质要杀好的 把它连在上面 激发去或者辣椒的香味 辣椒来 刷在上面 恰当了你料理往返了 经过全身SPA的烤鱼 在烈火的制烤下 外焦里嫩 焦香酥脆 腊味吸来 一直吃到嘴唇变红